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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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在這個 《陰情不定的天氣》裡 開始我們今天這個 《街道文化與社區書社》 《共有、私有、烏有》 這個題目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 我們三位的講者 首先是文家學者 香港文化一位很重要的研究家 馬國民士山 另外就是中大 香港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范善彪教授 本身也是作家 也是文化研究者 另外就是我們的 詩人陳麗娟 他最近出版了 《不能抵達的京都》 他是一個很喜歡香港 也很喜歡日本文化的一位作家 可以和我們一起分享 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或者我是主持鄧小華 我是香港文學生活館的總察展人 這個活動是文學生活館去設計的 為何會設計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計劃 就是叫做 《我街道我書寫》 《我知道我書寫》的一個 書寫的計劃 我們目標是做一個網站 我們想鼓勵一些作家 去寫他們的街道 什麼題材是不定的 你可以寫詩 可以寫散文 可以寫小說 可以寫劇本 但是 就要涉及的對象 是香港的實存街道 到最後 我們會拆動一些 比較知名的作家去寫 但到最後 也會開一個網站 讓普通的市民 文學青年 市民去投稿 我們也有準備少許的稿費 這個網站 我想是2016年的2月 它就會面世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想搞連串的活動 去推動一下 想想什麼叫做街這件事 街這件事 其實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城市的現象 但是 我們現在的城市面貌 急劇變化 其實這個題目 就是 在我自己 差不多十多年前的時候 接觸得很多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進入我們的城市 進入一個 市新化 東西開始變得很貴 舊區老街 小店 是非常容易消失的 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那時候 就有很多 知識分子 青年 或者是 專業人士 一起去 嘗試保育我們的 狗區 這個過程中 就涉及了很多 街道的討論 所以就 令到我開始想 原來 你們走到街 走到街 一個這麼隨便的動作 其實可能 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想的 我自己都寫的 我自己作為寫 寫東西的人來說 我發覺其實 我都沒有寫過 我自己 住的那條街 或者我走慣的那些街 其實我都不是很寫的 原來 這個寫作 其實某種程度上 都是 原來有些東西要在後面的 所以我就開始思考街道這件事 十幾年後 就有機會推動一個 關於街道的書寫計劃 所以這次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畢竟我們 在過了十幾年後 比我當年 2005、2006年的時候 其實城市裏面 對於這件事的 對於社區文化 街道 或者是我們的城市 發展的思考和關注 是多了很多的 我想我們有很多 可以分享的 那 為何邀請馬國明先生 其實 其實不用很多解釋 不過 可能 有幾位朋友看過 路邊政治經濟學 有幾位朋友看過 就是馬老闆的大作 其實我們現在 香港的樹民文化 有很多是馬老闆 首先帶頭去很重視 很認真 和很珍惜地說 我記得 那本書裏面 有《街頭略映》 馬老闆是其中一個 最早本地去強調 一個街的生活形態 而不是歷史 歷史研究很多 街名 有甚麼大人物在做過甚麼 這種歷史研究就很多 但是當街頭文化 當一個文化現象 這樣去思考 馬老闆是做過很多 電機的工作 還有寫過一篇文 很動情的 叫做 《荃灣的童年》 馬老闆是有這個作品 所以 他今天也好像說 有些關於荃灣的相片 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馬老闆 鄧小華剛才說了 他們有一個書寫街道的計劃 我今天就其實 用一種叫做文學蒙太奇的方法 來跟大家去講這個街道文化 我在十幾年前 因為我需要教一科 是香港城市景觀的一個科目 所以我就拿著相機 在我自己熟悉的地方 即是我住在荃灣 但我上班就回到灣仔 我拿著相機 基本上是拍下一些 我日常生活裡頭 我見慣見熟的東西 我是見慣見熟的 我把它拍下 現在我就會跟大家 算是一個漫遊 首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牌 我這些視頻其實很差 所以好像很陰暗 這個是食環處 食環處 勸喻市民的一個牌 不知道有沒有人見過 上面寫著的一個字 可能大家看得比較辛苦 它就是寫著 光顧無牌小販 危害健康 損使用 嘩 最多給這三個字 真的要心要肺 損使用 好 好了 但是怎麼為之是使用呢 好了 我們這裡大家看到這個 現在那裡是灣仔 修頓球場 就是向著 Johnson那邊 而不是向著 佩尼斯那邊 那邊 那大家呢 很蒙 很蒙 知道為什麼 這是 很蒙 但是在電腦那裡 就好像很清楚 那裡 不可以再放大了 不過可能也很蒙 那裡其實 大家看到應該有一個 可能跟我差不多年幾的 就是阿叔 阿伯都好 坐在那裡 是嗎 那 那他 他前一點 就 見不見到呢 我不知道 前一點 有輛手推車 他有輛手推車 這個阿叔 為什麼坐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不知道在那裡 做什麼 但是其實呢 有玄機 如果你 如果你留心 就好像我這樣 我經常經過的 我就留意到 原來有個玄機 玄機是什麼呢 就是 那裡 修頓那裡 我現在 因為那裡是十幾年前拍的 所以我不知道 現在那裡的變化 又怎樣 因為修頓又美化過 就是那裡 他外面那些 剛才拍的那裡 那些牆 在那裡 我不知道 但當年我拍的時候 他就在那張牆 那裡 就很簡單 用一些紙皮 寫了 寫了一些字 那些紙皮 就這樣 我不知道它是掛 還是怎樣連著在那個 剛才那個環牆那裡 那上面 上面紙皮那裡寫著 就是 它就是 寫著說 就是 阿石 你看清楚一點嗎 那裡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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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運 家私雜物 寫字樓廢物 然後那個什麼 英泥 什麼泥頭等 取駕公道 請測天台 然後他就留下了個電話 有個電話在那裡 零七五三五九九 零七五九九 現在大家可以 可以 對 那些紙皮 是 那些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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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坐在那裡 等人 等人 來找他 去搬寫字樓 去搬泥頭 所以他前面有個小車 你可以說 喂 可以嗎 你那個 這樣的 手推車 你可以幫人搬寫字樓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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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一會兒再回答你 好 我們跟著再看看 右手是誰 一會兒再回答 剛才大家看的牌 其實基本上都是廣告牌 但是那個牌 就是 我看到 我就覺得 非常之有趣 就是 很有 就是 如果你配合 結合 那個阿伯 剛才那個 或者那個阿叔 他坐在那裡 前面有個車 那 這個景象 是 你可以說 是很 很捨實的 就是 我們香港很多的 勞虎大眾 他們便利用那條街 利用那條街 去做一些 他們認為 可以找到生計的活動 如果沒有了剛才那張牌 你就不知道 那個阿叔 那個阿伯 這樣坐在那裡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有了那個牌 我們便知道 我們有整個圖像 但是我們在街上 周適會見到 一些所謂的街頭廣告 大家應該見過 它會是 貼在 最通常是電箱那裡 貼著廣告 甚至乎 是 簡直是 寫了一些字 特別是 中電的那些電箱 你留意一下 凡真是中電的那些電箱 一定是 被人撇了一些廣告 或者寫著一些東西 為什麼要撿到中電 因為中電那些是私人財產 那他呢 如果他中電是要告人 他只可以是民事訴訟 如果是政府 就變成是 委壞公物 就是刑事的 所以這些都是民間智慧 普通的普羅市民 他們想買廣告 怎麼賣 那當然 就是由中電買手 四圍都有這樣的電箱 不要浪費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 我想沒有人留意 我們會看到 那些電箱 會寫了一些東西 或者貼了一些廣告 但是我們會 可能我們都覺得 會是 這些是 英文所謂的 nusance 這些是 啊 你寫來幹什麼 有誰真的會 打那個電話 不同 剛才那位阿伯 那位阿伯 那位阿伯 那個人 在前面有輛車 就是 是立體很多的 你可以說是3D 但是這些呢 這些就很 就是你好像 有些在那裡 有些阻礙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 那之後呢 就是 那些 過去那十幾年 又發展到 有些所謂的 耳拉架 就是 有時候 到處都會 蒙蒙蒙 又看到一些耳拉架 在那裡 那這些 那這些 我都會歸類 那幾年 剛才說的 有一些 那些 老實說 這些 那些 很外眼 對 不過呢 最外眼的呢 這就 就是 荃灣地鐵站 外面 在南風中心旁邊有一座建築物 因為這座建築物是對正荃灣地鐵站 所以它在三、四、五樓的範圍 全部被廣告牌包住 銅鑼華的房子都有類似的情況 這些我都會分類為Nuisance 回到修卵球場 這是修卵球場 我是日頭拍的 每個人都要上班 誰有空在那裡打球 大家留意一下 在漢台那裡有人在 也有十多個 我猜是 那他們在做甚麼 又沒有人打球 這些其實不是氣 不是氣 一人間就會讓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香港有很多人 是無家可歸的 要路縮街頭的 那這裡 現在修卵球場 變成了他們這些 這些無家可歸的人 他們的客廳 那裡有得坐 還有你知道球場一定是有廁所 有甚麼基本需要 那裡有得解決 還有 剛才外面不是有個阿叔 坐在那裡嗎 他要幫人搬寫字樓 他只有一輛車仔 一輛手推車 只有一個人說 你搬寫字樓 你一個人怎麼搞啊 裡面就有所謂 就是馬克思所說的 Reserve Labour Army 中文的翻譯 叫做 什麼隆動後備軍 那樣 如果真的有人找他 搬寫字樓 搬泥頭 他要多少人 就走到球場 我說誰來啊 要搬寫字樓 哇 多靈活啊 那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 如果你說 鄧小驊說 是書寫街道 其實大家應該 你留意一下你身邊 其實就有很多這些 都幾有趣的 其實又不說 不可以說是有趣的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很多我們香港的保羅大眾 龍虎階層 他們怎樣去運用那條 那條街 去 叫做找兩餐 好 好了 接著這裏就是 John Studdle 就是近我以前的那間書局 如果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是賣書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人封 做什麼民間學者 這個 你都是想叫你做老闆 對 對 所以到現在都有人叫我做老闆 但是已經 哇 那間書局已經整理了 都快要10年了 應該是 06年結業了 那 很快要10年了 應該是 因為現在已經12月了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在我的書局附近的 其實我每天上班 我都會經過的 那就是 當時有間優資良品 那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 那它在這個 在的士後面 一樣是有架 即是那些手推車 這個是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 很多機會見到 在街上 要見到這些手推車 那這架手推車呢 就跟剛才那位阿叔的 就不同 那阿叔的手推車是空的 現在它這架手推車呢 就有些紙皮在這裡 好 下一幅 好了 大家不知道 分不分得到 這一幅 跟剛才那一幅 有什麼分別 很討厭 它走開了 剛才那一幅呢 你就看不到 不用動 OK Sorry 你就看不到 有個穿著黑色衣服的阿婆 坐正在優資良品的門口 現在你看到 是不是 OK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 你看到那位阿婆 看得很清楚 對吧 有個阿婆呢 是呢 坐正在優資良品的門口 是 是 是 再另一個角度 大家 大家看得清楚 對不對 這個呢 亦是一個街頭故事 我每天上班 我都會見到這位阿婆 她很準時 她是比我早 因為我有時 我十二點才回到我家書局 我家書局 原則上是十一點開店 我家書局 但一早哪有人 所以都不用這麼早 所以我很多時候 十二點才回到書局 那我每天早上 我都是經過這條路 我一定會見到這位阿婆 那這位阿婆呢 她在那裡 她其實是在賣東西的 因為她呢 旁邊她有些 就是賣的 是給一些 女性的用品 是 很簡單的 是 可能賣一些指甲鉗 賣線 可以接那些線 有沒有來騷 就是有些很輕鬆的東西 那她是有一個 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盒 這樣 就擺在那裡 不過我沒曾見過 有人光顧她的 是 但是她每天都來開檔 也是 那 還有呢 那一架 就是擺在紙皮的車 其實是屬於她的 是 她每天就推著一架車 推著一架車 那一架車就擺在路邊 然後她就開檔 她呢 她呢 是帶著她的午餐 有時我十二點多才回到書局 那我就見她呢 就是在那裡吃東西的 就是她帶著 有一個飯壺 她自己 就是預備好的 在那裡 就在那裡住 那我就不知道她一直留到多久 但是我到我下班的時候 她當然是她就走了 因為我下班的時候就已經 就是 就是 七點 七點多 她就走了 所以我估計 可能她是 到下午 可能三四點 四五點 那她就收檔了 那她收檔了 那她收檔了 她就會將她那一架 就是已經是 放了紙皮的車 就在附近 附近是一個 就是有些回收紙皮的一個 在巴路市街 就是在我家書局 就是那條街那裡 那那些紙皮呢 是附近那些店 那些人呢 是他們自己放上去的 不用這個外婆去收拾的 那因為這個外婆的年紀 我估計她吧 我想 都應該都 狠狠地有九十歲 可能不止九十歲 那所以呢 就是附近的街坊 都免得要去收拾 那些不愛的紙皮 就幫她接好 那然後就 很整齊地 就是放到她的車上面 那然後到她走的時候呢 她就推著那輛車 就在附近而已 就是轉一個彎 就可以去回收那裡 可能就 我不知道她賣了錢 可能是十元八元 可能更加少 但是她每天呢 其實就為了這些十元八元 每天走來路邊這裡 就這樣在那裡吃層 同時呢 我就覺得呢 都要賺一下那間優之良品 他們都算是一間人心企業 她就不會因為呢 有個阿婆 這樣托著在她門口那裡 你知道啦 現在有些 即是 有些的連鎖店呢 嘩 即是她們家 即是她們家 即是白隔岩來的 嘩 你這樣影響我形象 對不對 我還需要做生意的 當然是打電話去投訴 叫食環柱走來 叫她走 但是呢 這間優之良品部這樣做 我見這個阿婆 足足是 見了六七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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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灣仔太和街 太和街 的一個 我今早做書 特地走去看 在Google 看Google Map Google Map那裡寫著 是太和街遊樂場 那裡其實呢 就是灣仔原本那些 那些樓宇密度很高 那她其實在九七前 就是港英年代 那她有時候 那些樓 就是舊樓拆了 她就不會再建樓 而是拿來做那些 就是種一下 那些花草 樹木啊 就是減低 特地減低樓宇密度 那這個太和街遊樂場 就是這樣 那這裡呢 那裡呢 就有三張椅子 那我呢 我呢 有段時間呢 我每個星期 都要走到這個 就是王后大道東 那個 那個湖中大廈 就是在合我中心隔離 那裡是郵局的 那因為我訂了那些書 是要郵寄的 寄到郵局 那我又自己去的 那當然我又 我不會兩輛手 那我也有輛車 不過不是那些手推車 我的車就是 輕輕一點的 那我呢 其實也是 拿完書之後 我就會 經過這條太和街 這條太和街 就會接到 Johnson 道 我從這條街 轉到Johnson 道 然後回到我暴頭 那所以這張照片 其實都是我 就是我每次去郵局拿書的時候 我都會見到的 那這三張椅子 是不是真的是裝置藝術來的呢 給我一些反應 是還是不是 有多少人覺得這三張椅子 是裝置藝術 好像有人舉手 如果你認為是 都不出奇 真的 因為他很畸形的 是不是 他那些 那個手柄 兩邊是沒有手柄的 只是在中間那裡 那你看上去就以為 咦 這個是裝置藝術 因為如果純粹被人坐 他有手柄 那為什麼兩邊不弄起來呢 啊 這個真的是 就是我 我看過幾次之後呢 我就 我就 我就越看越深厚 因為這個 哇 原來我們香港社會 是這麼悲良的 或者是這麼涼薄 啊 就是這三張椅子呢 他好心就弄上兩邊 兩邊的手柄 那個扶手 咯 好心他啦 你不要做得那麼難 啊 就是現在這樣 擺明就是 不讓人躺在那裡睡 那意思而已 是不是 那不讓什麼人呢 就是露宿者咯 你不讓他們睡 那香港就沒有露宿者了嗎 當然不是啦 但是 我們香港 那種 就是這些住屋的問題 啊 是這麼 是這麼尖銳 很多人是被迫 要在街頭戶宿 啊 因為租不起那些 哇 很貴租的那些劏房 連劏房都租不起 啊 那又在街頭戶宿 那但是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城市呢 就是呢 你露宿都 不 沒有 尊敬 嗯 啊 啊 啊 這個呢 如果你要書寫街道 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大課題 你可以留意一下我們香港的街道 這一幅好像是廉詠春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裡是廉詠春的站 因為上面有一條行車天橋 它是向南的方向 如果像現在吹東吹風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可以擋風了 因為這樣 它就變成在那裡 那裡應該都有我們這座椅這麼寬闊的石頭 睡一個人在那裡都可以的 要求不高 又可以幫你擋風 下雨又不怕 因為上面有一條行車天橋 它就是因為不想有人在那裡睡 有露宿者在那裡睡 又特地整好這些鐵柱 這些也是我們香港很涼薄的 我拍攝這些都是我經常都看到的 我當時不是獵奇式去拍攝一些 所謂我們都市的一些很特別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現在香港的報紙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有些什麼 會有些記者專門去發掘一些所謂 我們這個城市比較特別一些 有趣的東西 但我覺得你做這些事情 難道不少好像在菩薩面上鐵金 反而我覺得我們的城市有很多 很多東西是要我們將它們揭出來的 因為好像露宿者這個問題 你這樣做 其實等於人家英文說 你將那些垃圾掃在地尖底下 你不是真的解決問題 純粹以為是眼不見就為之乾淨 這是原神自欺人的做法 好 接下來這一幅 在灣仔 零零射射射有好幾年 灣仔有好多舖頭 就是這輪這樣的舖頭 一些什麼什麼美食 這些美食他們賣的東西 就是以前那些街頭的流動素食小販 賣的東西 因為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即是在九七前 當時這個港英政府 可能為了要 他們當時要光榮撤退 將一個靚靚的香港 即是靚靚的香港 即是交給中國大陸 即是體面地離開香港 所以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就要嚴厲地掃蕩小販 那些小販要賺食的 於是他們便嘗試上舖 即租一些舖位 但是賣回他們原本賣的東西 但是這些舖頭很快便會倒閉 我未試過見過有這類這樣的舖 可以捱足半年 當然是 很多時候幾個月 有三個月 因為根本上 即是小販原本在街上 尤其是流動熟食小販 你原本 譬如說 你買牛雜 那它只是賣牛雜 它不會賣其他東西 或者很簡單 你煨番薯 那它只是煨番薯 它只是蒸一飯 因為它只是蒸一飯 所以它們的東西好吃 是磚 但是當它們租一間店鋪的時候 你只是買一樣東西 帶好一些圍皮 那要什麼都賣 但是你什麼都賣的時候 你的東西便不會那麼精 所以我會覺得這些就是小販被割 雖然它們都好像 將那間店鋪的門面 整得挺漂亮的 但是幾個月便倒閉了 好了 這裡其實就是我書局的門口 那間書局是三樓 這裡是那個入口 有一個招牌 不過我拍不到 不過拍到一幅仔 大家不要介意我在這裡宣傳 不介意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懷念它 我拍這幅照片 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書局的入口 其實有一個小販賣水果 這個是一位阿嬸 他也相當高大的 他原本有輛生果車 有沒有人見過 那些賣水果的小販 他那輛生果車 有沒有人見過 他們都是 應該是特製的 他們基本上 其實是把我們經常見到的 那些手推車把它改裝 就是它的底部 底部都是手推車 但是他們把它改裝 改裝到它可以 中間有一個木箱 那裡可以用來做儲物 然後上面 它就騰騰一個圓形 用一些粗的鐵線 跪著 然後它又斜斜地 那些水果就放在那裡 我會形容它的水果車 就像一朵向日葵 它的水果車永遠是向著太陽 它的水果車永遠是向著顧客 沒有人有看過嗎 有人有看過嗎 有人有看過 可惜 我那時候 應該認帝應該是 應該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人拍過 拍過這些照片 因為現在真的見不到 現在是 因為現在這些小販 因為他一抓小販 所有東西都充公的 這個其實也是很無道理 因為如果你的車 你非法拍車 你不一樣是阻街 但它不會衝鋒你的車 但反過來 小販那些車 它一抓到 一定是罰款的 這個不能走的 但是連它所有的財物 還有它們的生財工具 包括那輛車 都很充公的 其實充公之後 然後就丟去堆填區 所以我們的堆填區 是這麼快就爆了 那這個小販呢 那這個小販呢 他原本 他有一輛 有輛生果車的 擺正在路口外面的 就是 就是在巴士路街 和Johnson 東 那個郊界那裡 擺正在那裡的 那它擺在那裡 然後呢 如果有時那些 有些大型的貨車 那些貨車 它要從裝飾車 轉進去巴士路街的時候 那它的貨車就會 那些貨車就不夠位的 所以當時我在書局 我每天都會聽到 這個小販 和那些 就是駕駛貨車的 他們在那裡 在那裡 就是你來我往的 OK 好 那它後來 沒有了那輛車 那就要移一下移一下 就移到那裡 那然後呢 它在正的門口呢 都有一段時間 那月子 那個業主都不理它 直至到呢 那個業主是收到這個 收緝刑 要收緝那整間大廈 收緝那間大廈呢 那業主就不再被小販 在他門口那裡擺賣 就是說呢 整理好之後 又是不可以容許小販 好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一些行仔 即原本 那些 又是那些 所謂民間智慧 那些行仔 都有一番光景 但是大家看到呢 那些椅子 全部是摺起來的 那些桌子 也都因為是吃盲柱 他們呢 經常走來抄牌 所以他們都不敢 是開出來的 即是收盲 好 好 好 再下一個桌子 因為我時間都差不多了 或者我 我講完這裡先 這個呢 這個呢 大家看到呢 十幾年前 是港式餐廳 叫做 但是現在呢 其實是變成翠華 變成翠華 那這個呢 因為 大家應該看不到的了 它在那個 的 港式餐廳 它旁邊有一個 綠色 即是綠色的 一個 這樣的一個 即是這樣的一幅的 一幅的照片 那它那裡 那幅照片下面呢 它寫著呢 它居然是夠膽寫著呢 是說 正宗日本 綠茶雪糕 你想想 它這間叫做港式餐廳 是不是 但是它就說呢 我是賣正宗日本的綠茶雪糕 喂 有沒有說 有沒有說 有沒有說目力的呢 哇 為什麼它這麼pop的 可以是 說自己是正宗日本的綠茶雪糕 這個不是京都嘛 這些我們等著請 娟姐評估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呢 就是我一看到這個 這樣的 這樣的廣告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標誌性的 很有標誌性的 很有標誌性的 因為 香港呢 一向有一樣呢 是 那些鬼佬很服我們 的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件事呢 那些鬼佬很服我們 的 零零色色的一件事 當然不是什麼法治啊 不是什麼 言論自由啊 當然不是這些啦 人家鬼佬哪裏 哪裏覺得 那些東西那麼矜貴 是不是 抄襲抄襲得快 那些呢 他們的鬼佬叫做 can do spirit can do spirit 如果要翻譯 就是 點 沒有說不點 不點都搞到點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原本就是 那些鬼佬服我們 的東西就是這件事了 不是說什麼 什麼香港一定行 就不是 是 是可以 沒有說不可以 怎麼會不可以 大哥 這個 地道一點啦 本土一點啦 而這種精神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也都是 出自這個 就是樹民 很樹民式的 就好像這間 港式餐廳那樣 說自己是港式 港名是港式嘛 但是就夠膽說 我是買正宗的 日本屋茶雪糕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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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會面紅的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香港 以前的鬼佬 為什麼這麼服我們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樹民精神 就是說 可以的 沒有說不可以 不可以都要搞到可以 就等於 剛才那位阿叔 在修盾球場那裡 他只有一輛車仔 一輛手推車 只有一個人 他說可以幫人搬寫資 搬泥頭 他說 你行不行的 他說 怎麼會不行的 你去球場裡看看 是不是 我想 時間所限 我今天只做一個 文學蒙泰奇 我想其實 如果大家 聽鄧小驊的呼籲 去做這個街頭書寫 我會建議你 你千萬不要是 獵其色 去特地去找一些 所謂覺得有趣 奇特那些 我覺得你不應該這樣做 而是反而 你去留意一下 你日常生活 你遇到那些東西 你經常見到的事物 你再細心一點去觀察一下 掛掘一下背後的故事 那就應該會很豐富 好 不妨礙大家 謝謝 我還想介紹一個 對話老闆 就是民間博物館的負責人 蕭敬聰先生 因為他對手推車等等 情有獨鍾 我認識他 對 他收藏了千多張手推車的照片 因為他說手推車後面 因為手推車最重要是如何向後跌 所以有個網 那些網的整法 每個都不同 他覺得全部都是民間智慧 所以他收藏了千多張手推車的照片 我覺得馬老闆說的是 街道 大家剛才聽到的觀念就是 其實很多人一起擁有街道 我們在街上有很多人 樹民的東西在進行 我們很多人在土生活 然後為了這件事 為了土生活 我們就有很多生活的特別的痕跡出現了 然後馬老闆就希望我們 有一個眼光可以去欣賞這些東西 還有知道其實那些東西是很流動的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就不見了 你想想街上有一個小販 可能見了幾年 忽然十幾年 忽然有一天他不再擺檔 其實你是不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比如剛才說那些向日的水果車 那他究竟為什麼會不見了 我也是很難追究 但是這些那麼流動的風景 其實就是有時候 就是靠照片和筆去記住它 那我自己是 其實我們 我不知道有多少文藝青年 其實不是很喜歡出街的 坦白地舉一舉手 沒有的 大家現在都很喜歡逛街 我還可以 因為其實 可能在十幾年前我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很戶內的人 我不是很喜歡逛街 以及不是很懂逛街的 那時候剛剛中大就開始 譬如 因為我讀中文系 小小老師的時候 就開始搞過一次文學散步 就跟一本叫做香港文學散步的書 譬如一些比較出名的 譬如很想在香港做過演講的 青年會 在中環的青年會 就是樓梯街旁那裡 譬如我帶我們走那些 那次我也失去了 然後小小老師就馬上 你自己走步 然後就是 之後 有了一些路線之後 慢慢 這十幾年 就是文學的 或者整個 基本上是逛街 變成一種文化 很多流行雜誌 會報導街道上的東西 就是教你怎樣去哪裡去哪裡 我們也知道 不能只留在商場 去度過我們如生 希望可以去多些戶外的空間 也多了很多文學上的實踐 所以我猜在這個空間 街道 和文學歷史 知識的一個融合方面 可能凡事表教授可以給我們 很多重要的參考 我們現在請凡事表教授 謝謝 好啊 聽得這麼好 可以直接入題了 那 我在這裏受命要說 其實她 開始就跟我說 可以 因為香港賣業的中心 我代表這個中心 就說一些 最近幾年做了些什麼 但她又不想說得 好像很賣廣告那樣 所以 我盡量 不要這麼廣告 好 剛才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香港賣業中心 由小師老師開車的時候 就辦過很多文學散步的活動 好 那這個中心 一般人 可能很多朋友都去過用 譬如說我們可以查些 香港文學招呼的資料 又或者 看檔案 以前很多展報在裡面 所以做功課的時候 其實很方便 又或者 大家都知道 小師老師和洪志琴老師 兩位做了很多年的口述歷史 訪問了很多人 最近又出了書 但我想最多人知道 可能就是 剛才小華提的那本書 《香港文學散步》 1991年的時候 小師第一次出版 然後再版了很多次 這本書就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生活的地方 曾經有過一些作家 是我們以前以為在課本 或者一些很崇高的書上 才見過 但原來它真的曾經 在我們附近出現過 我們還可以看看 它有沒有剩下一些 微小的痕跡留在這裡 這本書似乎是 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和城市的關係的記錄 在這個背景下 最近幾年 都扮演了一些活動 其實有賴很多人幫忙 雖然是我說的 但實際上 在座三位都有不同方式的參與 在各位觀眾裡面 也有不少人 我估計也曾經參與過 所以我代表大家報導 我們不說太早期 最近幾年 我們有幾個機緣 可以扮演一些 跟中學生 或者青年一起做的活動 有一個叫做 鄉下深道體驗計劃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一些景點考察 這是有些合辦團體 但我最想講一講 就是都能資助我們的 空氣營宇良考靈慈善基金 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 讓我們可以有很多 嘗試 然後有些發展 這個最主要就是 與中學合辦 以學校為單位參與 由一二年到一五年 這三個學年裡 我們總共辦了二十多次 參加了同學和老師 有六十多位老師 六百多位同學參與 然後走過這些地方 但我最想知道 最想大家看到 其實就是可能現在看不到 最底下那裡 就是幫我們帶隊的人 譬如在座的有鄧小華 不在座的有韓麗珠 有高俊傑 各位熟悉的人 後面還有很多熟悉的名單 會陸續出現 就是你了 其實你也有打 同學看看照片 我們看到最頂 就有一個賣東西的阿叔 但是阿叔旁邊 有一個年輕的英俊作家 就是唐瑞 然後在阿叔的下面 就有鄧小華仰望著 應該是在廟街的一個牌 這裏這張 然後這裏呢 這裏就是韓麗珠 坐在這裏 因為照片都是很多 所以我只能選擇一部份 另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還在做 今年會多做八次 現在報名的 就會有八家學校 大概160位同學 就會走這些地方 有時候都想有些變化 所以我們今年都希望可以去郊外 所以就找了葉曉文 幫我們找一條去東涌的 聽說要走好像五個小時的路 然後呢 另一個活動是初中的 這是因為雨常會有一個計劃 我們有另一個機緣 可以辦一些其他活動 就是初中的 同學中一至中三的 就是同學自己報名 所以每一隊裏面 都會有不同校的人在 我們很高興 就是有些不同校的人 後來成為了朋友 其實都是有賴很多作家朋友 幫我們帶隊的 有阿船君 在這裏 這個阿周文律 上面那個其實是徐卓賢 但是因為遠看所以看不到他 好 這是一個新的計劃 現在正在行 會有幾次的文學散步 鄧小華 陳妮娟 阿妹幫手 非常多謝你們 我這樣說 其實想給大家一個印象 就是我們大概是 這幾年 因為一些機緣的緣故 所以可以有機會 跟中學生有聯繫 但其實我最想做的是 類似這一種地文新字 這很感謝陳志德 不介意我用他那本書 的書名 其實他那本地文字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用現在的眼光 重新和一些過往的作家對話 這個其實在同一個地方 以前有些作家曾經注視過他 現在我們重新再注視這個地方 於是通過一個相同的地方 我們和一些不同時代的人 有一種精神上的相契或者疏離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我們不單止只是看過去的人的作品 其實我們自己如果不留下一些作品的話 將來的人又看些什麼呢 所以新字的新字不是說要更新一層子 而是說我們可能要扶起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 就是我們都要留下一些我們曾經想過 感受過 悲哀過激奮過 或者快樂過的痕跡 所以其實最希望是可以這樣 所以呢 因為挺巧合 藝八局有些資助 於是我們就希望可以做一個 比較連續性強一點的活動 就是初中也做過高中也做過 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大一點的 17至25歲 其實有一間學校的小學校 就在問我們會不會做小學的 將來有機會可以做的 這個活動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是連續幾次的 就是跟一班學員呢 他會跟作家相處 一段三個月這麼長的時間 那就一起寫作 去某些區那裏走走 會有些地方的街坊 聊聊天 譬如下面那裏有一個圖 有一本相簿 上面有幾張相簿呢 就是找了一位 今年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他曾經在1950年來香港 是由上海過來的 然後在香港剪頭髮 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職業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不單止剪頭髮 後來事業的最高峰 他在海運大廈剪頭髮 退了院之後 就在沙田那裏住 就目擊這個大衛的 新城市的發展 現在呢 還不非常記得清楚 他當年1950年的時候 拿著一個行李來香港 就給了多少錢 有個幫他拿行李的人 這樣 這個真是 上一個世紀中期的事 仍然有人可以跟他們講到 那些同學 有機會跟他們聊聊天 我們所謂叫做 重構一些社區的故事 將來他們的作品 都會放上網 和大家分享 好 介紹了那些事情 其實 我們做了那些事情 都希望其他人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大概有幾種方式 資源共享 第一就是 我們每一次的文化考察 都有幾樣東西的 就是有些路線設計 然後就有些跟路線相關的作品 選了出來 那這些材料呢 譬如說第一個活動就是 我們會校本 有些中學老師有興趣 就可以報名 但是畢竟我們人生的學校 通常都不能回應 滿足所有學校 所以有些向餘的學校 我們通常會說 如果他們希望得到那些 有關路線 編章的資料 在活動過後 我們其實是願意送給他們 所以這是我們一向的做法 參加不到的 其實老師都可以得到這些材料 另外就是 過往在活動中 我們都選了一些同學的作品 走完之後 他們會寫一些作品 結集證書 譬如這裏 這裏有兩個 這兩本 我們都是免費送給學校的 第三樣就是 我們建立一個網站 就叫做《香港文化地境資源庫》 裡面會有 剛才說的資料 譬如說 這是一個地圖 以荃灣區為例 紅色就是 當時我們設計那條走的路線 然後這裏就是相關的作品 每一個地點 會有一些相應的作品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 好像《地文字》裏面所做的 希望同學去到那個地方之後 不單只看到眼前的事物 而且還有另一對眼睛 告訴他們 在另一個時間 曾經有人去這裏看過 有某種想法 在這裏我順帶來 多謝馬老闆 就是他都曾經 很慷慨 將《廚藏的童年》 願意授權給我們 福印這些作品 給同學看 如果不是作家的慷慨 其實我們很難 有很多事情很難做得到的 好了 這樣就 差不多到尾聲 我想很簡單給大家看看 究竟同學去完那些地方 寫完那些東西之後 跟他沒有去到那些地方 在室內想像 要寫東西 會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第一件 就是他們會 有一班人和他們一起走 一些是他們的同學 有些是那個大隊的作家 這些作品 我們都在同學的同意之下 我們都會放在這個資源庫上 譬如這位黃同學 他就走完葵青的區 然後就寫了一個作品 這個是未完的 我想給大家看 就是 這一次是阿三帶隊的 阿三就說 很欣賞這個同學的 坦率性格 為什麼呢 因為同學一路走 好像沒什麼心機一樣 而且在他的作品 很坦率地表達 很悶 所以阿三就說 很欣賞這個坦率性格 但是文學散步不是正規課堂 所以沒有一個既定的板斧 那個葵青區範圍很大 介入不介入的情境 是沒有什麼所謂 導師努力引導講解 以及全神貫注 一人二二的故事 但是這個同學其實很清楚 他的身份 所以他發現屋村的人情味 是真切不矯情 我覺得這個不是規定 同學走完之後 一定要很欣賞那個地方 畢竟每個人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覺得 那個大隊的作家 和同學的互動 其實是有很多事情 還可以繼續再講 不過這裡不可以講得太長 我想給大家看 其實最想最想看的 其實這一篇 不過這些字太小了 可能我要 略略說 就是 讀少少給大家聽 他是一個去了九龍城 行的中午的同學 看完這個作品之後 我都吃吃驚 為何會這樣呢 或者先告訴大家 他的題目叫做 不存在的聲音 他說每一天 轟龍龍的聲音 都在我腦海中飛過 我好像一個精神病患者 腦袋裡面的聲音 一片又一片的 循環又循環 有時候受不住折磨 我就會家興就熟地 穿過大街小巷 坐在公園長椅上面 遠遠地看看舊機場 因為是九龍城 所以看到舊機場 還有一個荒木掌門雜草的空地 圓滾滾的運營土車 進進出出 伴隨著低名的攪拌水泥聲 地上攤滿一堆水泥 隔著鐵絲網裡面的情景 實在看不清楚 只要我看到 陣近的黃色廣告牌 和枯毀的植物 想去尖望舊機場傳貌 就要到附近的酒店天台 就是那個富豪 以前叫做富豪機場酒店 只要能夠遠遠跳望那片空地 腦子裡面的噪音 奇怪地消失了 為什麼這麼諷刺呢 想到這裡 嘴角不禁向一旁抽起 戴著血絲的眼睛 也咪成一條線 撇著前方內部的人群 它其實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寫的 它是一個 代表腦子裡面有一些很嘈雜的聲音的角色 它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發瘋的人 九龍城現在 再嘈雜都不是飛機的噪音 但是這個人 他不知道在腦子裡面就有一些聲音 直至到 他登上高處 遙望著機場廢棄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聲音才消失 他覺得非常奇怪 然後他就會看到一群人 為什麼一群來來去去的人 這群人究竟是不是要上飛機的呢 飛機不斷 就是飛機起飛降落重不間斷 轟龍龍的聲音 仿非要閘碎我的耳幕 為什麼現在一破敗的景象呢 原來他剛才眼前所見的那群人 是一個幻象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瘋了呢 他自己說 記得那時候的情景嗎 老大裡面有一個字幕跳出來問他 他自己又回答 記得就算化成歡我都記得 他很激動地叫他出來 引起旁人的注視 路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 他覺得他是怪胎 為什麼呢 他以前上課做功課 玩、吃飯、睡覺 全部都是在飛機的聲音 陪著他長大 老師上課教書的時候 一會兒就會有這些飛機聲 整個校園都震起來 好像火山爆發 老師聲音太小了 所以無奈地在講台上看著我們 一節四十分鐘 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這樣對望度過 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早已記在他的腦裡 無論如何想著對耳 噪音也是傳進來 不知幾個早夜 直至到 經過我折錄之後 直至到 後來 他總算融入了這個地方 這裡在家上行 到處都是三層高的堂樓 還有潮州菜館 其實很奇怪 為何那些人不會覺得煩 難道他們聽不到飛機的聲音 所以還有閒情日子 在街邊談天雪地 人真是奇怪的動物 無論有多難以適應的環境 都是照樣生存 後來他也成為了 潮州菜館的常客之一 因為九龍城有很多 潮州菜館最著名的 是創法 飛機引擎的噪音 成為了他們談天的背景 近在紫尺的巨大珍寶機 成為了他們的點綴 可有可目 接下來 我覺得是全篇最可圈可點的一段 家裡有一隻小鳥 混在籠裡 平日撩他玩 小鳥似乎對巨大的飛機 有天生的恐懼 吃不消吵吵的引擎聲 一用飛機經過 他就嚇到亂跳 有時就知之沾鳴 有時就低聲污熱 沒多久 水又不喝 米又不吃 快要死 羽毛又很暗淡 看不下去了 所以打個雀籠 想放生它 誰知這隻雀 連求生的意欲都消失了 蹲在籠裡出來 於是只好 拿些樹枝去撥龍 撥走了 逃離了龍的一刻 這隻雀一反常態 發出鎮意欲龍的叫聲 在嬌小的身軀裡醞釀 突然之間爆發出來 好像刺激的氣流 燃燒經過的一切 展開雙翼 輕輕一陣 呼嘯一聲 衝上雲霄 向未知啟程 小鳥唯一被他留下的 就是空中的白色的美跡 不知道這隻雀在哪裏 現在機場遷走了 還會不會回來呢 他看著來往的人群 彷彿聽到小鳥的呼嘯 又似乎聽到飛機公公的扒克 這篇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的年紀 是不可能會在九龍城 仍然有飛機升降的時候生存過的 但是對聲音的 噪音的描寫非常精細 而且能夠和人物的內心 扣得很緊 最後那個由實入虛 那隻脫龍小鳥變成噴射機 有很豐富的象徵 既是暗示有機場的日子 已經永遠離開九龍城 究竟這個是喜還是悲呢 裡面藏藏了很多很多東西 我問問老師 這個同學寫得這麼好 究竟是經過你的指導呢 他說這個同學在未走之前 其實不是這樣寫的 走完之後 有好幾位同學 同一間學校都寫到類似 超現實的作品 我覺得 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說 其實陳立冬也有帶過的 是另一組 也是有很好的表現 是這樣的 九龍城 我們走到甚麼地方 我覺得和大那個人 反而未必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選了謝南雲 我選了謝南雲的頭頂寧靜的飛機 這其實是麥兜故事裡的其中一個 最初 其他同事都有點詩異 為什麼要找一個漫畫呢 但是看完之後 我發現同學所寫的作品裡 最強烈的反應就是來自麥兜故事裡 麥兜說到她的爸爸 本來在機場當工程師後 失業了之後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 有作品 有現場的經驗 然後回家 可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提升 好了 差不多五位聲音了 我們快要去日本了 那前瞬間是甚麼呢 這裡就有一張照片 一張是劉慧成 另一張是陳麗娟 那些照片不夠多 所以都要盡量找 有位同學在最近的 《藝民新智》活動議員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 我覺得可以借用他作為一個 我覺得這些活動的意義所在 他說他是第一次參加民族唱隊的活動 他作為香港的異鄉人 他說對於香港有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喜歡這裡的踏實感 但是從來沒有試過寫他 他覺得遇到好的老師 有極好的朋友 有些不捨得 想說很多東西 但是時間有限 所以就說謝謝 我覺得這個不是 僅僅想告訴大家 參加過不同的人 多麼喜歡 我是想說 回顧我們這個課題 今天我想說話題就是 人和地方的關係 通過故事來建立 故事最重要的 其實不一定是背景 即地點 而是人和事件 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提供一些人 即是作家 他們的同伴 提供一些事件 他們在路上看到的東西 以及文學作品裡 曾經寫過的一些事 這些事之外 還加上一個 之所以要來這個地方的理由 是因為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這個活動的緣故 所以他看到那些人 然後接著就遇上發生的事 我覺得這個是 他跟這個地方有關係的契機 由這個契機開始之後 我希望他們能夠 建立一個文學的社群 例如 繼續參加一些其他的活動 更加開心的事 就是他們之間成為了朋友 有幾個人 即是在不同的學校 認識了之後 一起去其他活動 希望一些場合 又撞回他們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自己做的事 其實任何人都做到的 只要你機緣巧合 有那些資源你申請到 有些作家幫你幫忙 那就做到的了 所以不是我們做得太多 特別不是我本人做得太多 所以我自己講到這裡 留一點時間在日本再談 好 謝謝 謝謝 很雲觀 也有很仔細的操作 也有很托作的作品 還有很謙遜 我覺得其實在這次的活動 其實我們是想建立一個 對本土的關懷和認識 其實對本土是要有一個參照的 我們其實喜歡香港 不代表只是喜歡香港 看香港和只看香港 有時候香港人 那些人很愛香港人也好 那些香港人現在很愛香港也好 但他們有一個很喜歡的 一常的活動就是旅行 所以就在這個過程裡 還有我們現在覺得香港是 如果我們生命之間的範圍之內 香港的街都不太適合我們走 我們不只是懷緬過去的常途罪 應該是會有多少少 會不會有別的地方的環境 可以跟我們對應一下 剛才陳妮娟女士 她出了這個 《不能抵達的京都》 《不能抵達的京都》 可能都不知道是否由香港出發 所以我很想 如果有多少人去過京都 這裡有多少人去過京都 這麼少我不相信 但是去過京都的人 好像是 算是不錯 我們今天這個舉手的過程裡 可能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想聽聽陳妮娟去 分享一下她所經歷的京都 或者她感興趣的京都 再回來和她的香港有甚麼思考 我請一下陳妮娟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這裡突然間沒有空 那我就這本書 我今天就沒有準備到圖片 不好意思 其實我講的時候 你們可以開你們手機的Google Map 可以進入京都 我回應今天主題 就是說街道 為什麼會有這本書呢 其實我不是旅行家 也不是日本文化的 任何一方面可以說出來說話的人 只不過因為我去了京都 留得比旅行長少少 但又算不上留學 即是三個月左右 在那裡的時候 就比較多思考 所以本來也不會想著 你去三個月寫一本書 沒有人笑 但因為這個編輯先生的鼓勵 我就寫了它 我在京都的時候 就住在一條通 如果大家去過京都就知道 有一條至九條 如果一般人經常去購物 那裡是四條的 就當是中間 這個一條就是北面 這個九條就是地下 那我就住在一條 開頭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家學校是一條 那我呢 我呢 每天的行程就是 在家裡下樓 我住在一樓 下樓 開頭走路 然後踩單車 因為我完全不需要離開一條通 只要踩五至十分鐘 即是視乎我的速度 就會去到學校 每天都這樣走路 我就會對這個一條通 會比較有感情 但其實很有趣 我們一般會覺得京都 會是那些 叫什麼 名字 神社那些 或者是一些 是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是什麼 可能會 或者很多人會去京都 就會離開市中心 去一些 那些 就是山 近郊 看紅葉 看櫻花 那些 但我在裡面 其實我比較 很有趣 我又會喜歡去日本 但我其實不是一個很喜歡去旅行的人 那我去到旅行 我就經常蹲在同一個地方 都不走 那 那個體驗就有一點 就是有趣 那我就一條通 我就會覺得 其實給我看 感受的顏色 就跟老闆封面差不多 都是藍色 和灰色 白色 那 那條街 怎樣使用呢 就有趣 那條街 一條通 就是很整 例如我們香港的住宅區的街 大家可以想想 類似河文田那些 樓下就沒有店鋪 那些車房 全部都是住宅 那些安靜程度是差不多 但是呢 那邊地下 會有些類似店鋪的物體 但很有趣 它又不是真的會開門讓你進去的 那是什麼呢 那 那 京都呢 它有那些 舊建築叫丁家的 其實它同時是一個店鋪 但是同時 它又會後面有一個住宅 那 比較多的是這隻 那 但是呢 因為 因為我一條通 那裡是屬於 我在西邊 叫西鎮 那它那個 經濟模式 就是做一些植物的 即那些和服的帶子 之類 那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不是那麼多人會穿和服 那些的植物公司 就 收拾了就收拾了 那如果它還在的時候 它就會是 可能是一個辦公室 它那個工廠已經不知搬去哪裡 那它就 那就是 在一些文學作品裡面 會聽到 其實你在西鎮行 你會聽到一些機聲 那我現在就不是十分之聽到的 那於是呢 我每天駛著單車 那我 看到風景就很有趣 就是 首先是一些 民居 那它是有兩款的 要是呢 它就保持那個 丁家的樣子 就有一些格子門的 那我通常在外婆 就會在門口 拿下花 那第二種就是 變成Mansion 即現代的樓 但是都很矮的 或者可能三層左右 那那些 那些Manager在樓下 就會拍了一些車 那另外一種就是 其實它呢 即是剛才說的 它是一個公司 但是它又不是開門 它有一個招牌 那有時候 有些人會在裡面住 有些人可能會駕駛在辦公室 那 那我 那條路 其實它是一條馬路 那很有趣的就是 香港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 就是它完全不分馬路 和行人路 因為它是很窄的 那它窄到怎樣 就是有一輛車 走過來的時候 那我就要縮起來 縮起來 縮起來 在那條 那條縫 那如果我的 如果那輛車是普通的私家車 那我 如果踩得好一點 那我就可以在它旁邊走過 那一開始 那一開始我沒有認識 那一輛車 那一輛車 我就會躲在這條電柱後面 那就讓它先走 那 但是如果它是那些 譬如小車之類 那我就要躲在 或者是那些大貨車走進來 那我就要躲在 那 那有一個特色 就是 那些叫電柱 就是我想 有一次上課很少 老師說 在日本 我們經過一些電柱 他們說 你們國家都是這樣 你們不會沒有電柱 那他們不知道 香港真的沒有電柱 因為電線都藏在地上 那他們可能想像不到 沒有電柱的街道 而且整個書類圍 其實是有電柱畫出來的 那些一層高的 金字形的屋 雖然那些廣告會很高 但又不是太特別 但是主要 天際線就是電柱畫出來 然後利用那條路 就很有趣 那車來的時候 我就縮在電柱的旁邊 它變成電柱 其實是非常阻礙我 阻礙你走路的 其實 但是它是一個風景之一 那 我如是者就這樣 踩到學校 另外 剛才有個有趣的 就是那些店舖和屋 其實那條街 一條湯那邊 都不太會開 店舖 不過有些都會有 有些叫做賣煙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日本都很普遍 就是一個婆婆 或者一個伯母 開著一個店舖 賣煙的 以及會賣那些 巴士飛 即是賣一批便宜的 都有這樣的店舖 另外就是有些 其實它開來是過日神的 有個婆婆 它是賣一些做手工的 即冷衣還是怎樣的 但是它那些東西 放在那裡 其實是它自己做出來 它不是真的賣的 我也經歷過 經過它 我也不知道它是賣什麼 也不會見到 有人進去光顫 幫助它 真的到過日神 另外有一個很有趣 就是在我家旁邊 本書裡面有看過 就是那間什麼什麼 谷米店 它門口也有個汽水機 因為我平時那間 那間的房子也是一樣 其實我有時候 找不到自己的房子 我認識它那個汽水機 其實是一個座標 它突然間 有時候我會 差點鐘都進去別人家 因為它門口比較大 有一天 星期天 我突然發現那個汽水機 其實平時它的房子 是改建了 它門是那些很漂亮的 西洋的木門 就是一些雕花 它突然間開門 裡面就是一間 典型的日本 好像漂亮一點 多拉夢正義的家 但是它門口的 原關就倒了很多迷 一包包 就去賣 這個挺有趣的 平時它也不開門 而且你看到它那個 就是我裝到裡面的 都很硬定它裡面住 而那個 那條街就這樣運用 我覺得跟香港 我經常想回香港 本書裡面 我都會 無論我所說的 京都什麼 我都會 不由自主地想回香港 剛才說一條通 就是說它是駕駛到 有車來的時候 我的人都要縮起來 但是呢 基本上我覺得很空曠 都很舒服的 因為其實有車是比較少的 而人也都沒有什麼 於是我就 即是駕駛的時候 除了駕駛都要避開車 或者避開車 即是 overlogging 都覺得有很多空間 但是呢 香港就很有趣 我現在住 即是在旁民田 其實呢 到樓下 即是近住培政的地方 樓下那些街 其實又不是遊客區 也不是商業區 但是呢 下週其實是逼人的利潤度 就是逼到 還有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那個相反 我覺得很大 是有學生 是有主要的學生 還有一些 就是普通 例如工人的賣菜 那些都會 已經逼爆了那個街 那 接著我去講一下 其實街道的概念 我們香港 可能是 因為我們的地址 是一條條的街 即是跟那條街 而在京東 那些街道 就是一個旗盤 那樣的 剛才我提過 就是一條在上面 這樣 就是四條 就是四條 就是九條 那些 其實裡面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操作 就是呢 因為 因為 京都去的那些旗盤的格制 就是 現在其實已經不是很 不是很旗盤 他當初的時候 就是平安朝 畫的那個時候 是絕對 就是很一格格的 但是 歷史上 一直是這樣的時候 有些很奇怪的概念 譬如說 我自己住在一條 我就不喜歡下去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不喜歡下去的意思是 譬如說 我會 覺得下去四條 那邊市中心就是 就是 好像我小時候 我住在九龍城 我家裡突然間 要下尖沙咀 或者要過海 其實你有了地鐵之後 過海 其實是二十分鐘之內的事 但是你會心理上 你會覺得很遠 因為你一尖沙咀 那些人和你不同的階級 那些感覺就是這樣 那我是一條 如果下四條 買東西 就覺得好像很遠 那樣的 還有首先 因為 如果踩單車 其實是絕對踩到的 不過呢 因為下面又沒有得泊車的 所以如果去一些旺區 我又不會踩單車 要搭巴士 我覺得好像很遠 還有整個區 因為那些區分不同了 有點像香港 我來旺角 跟山水堡 其實很近 但是進去整個 感覺是不同 那我由西鎮那邊 真的很住宅區 有些比較 不多一些舊屋 然後去到這個 市中心那邊 或者會不會多一些樓 或者它多了 就算有舊屋 那些舊屋 那些舊屋應該都是 我覺得完全是 好像去了另一個地方 但是呢 還有一個最 有些寸的概念 我們是五條樓下 是不會去的 那為什麼不去呢 其實沒有什麼理由 譬如說 當然也會去 有時候你要去西本原始那邊走 或者你要去火車 但是要去 但是沒有什麼事 都不會去 那純粹是為什麼呢 因為歷史上 下面 即七條 九條會的地方 其實以前是一些廢墟 是一些罪案的溫床 譬如我老師會說 在鴨村 你不會走 五至七條 哪個位 就不會去 因為那裡 可能幾十年前 是一些黑社會 黑社會的地方 來的 現在可能就沒有什麼 不過他們是這樣說 而看回羅生門的故事 就是整個廢墟 羅生門就是九條 九條千本以上的位 而我看了另一個小說 就是他們說 有一個拾破爛的伯伯 不反而被人誣告 就死了 那他的女兒 大概都變成危機 要去殺他那個 殺父仇人 那整件事就是 有些拾破爛 他們窮得 依不得體 不是現在的京都那麼優雅 那些都是發生在七條 九條的位置 於此 九二九之 我看到這些東西 就自己好像 其實都 我是一個外人 其實都不關我的事 我就不知為何會尖閉 那些東西 我就不下去了 但是呢 很有趣 下到下面 就覺得 有些東西 那裡 當然有些地方都會做 是比較漂亮 不過總共來說 因為那邊 還有大家都發現 那邊 那邊 比很多酒店 因為其實 反正他那個 城折發展的軌跡 很多地方已經變成廢墟 或者沒有 根本保留不下來 所以 你要建新樓 在那些地方 於是會多了酒店 或者去到某些地方 你會覺得隱蔭沉沉 不知為何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那 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說一下 一些出版物 其實京都很有趣 就是 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你可以完全不用去 但是又可以 有很多很多的書 去說它 不知為何 可能 可能今次 如果巴黎有很多 無故巴黎 就是不只是拍一些 無故整本的照片 可以出幾十本 那京都可能都是 我有一本很有趣的 這本 京都時代Map 我這本書裡 都經常看 因為 它可以令到我 其實你可以找回 你自己 身處的地方 一千多年前是甚麼 譬如這裏 其實是透明的 你其實都看不到 不過 那他 他 後面這裏 就是 譬如這個 這個是平安期前期 地圖就是這樣 這個牛油紙 就是現在的地圖 那我假設它 應該是正確的話 那其實你是完全 可以回答 找回現在 你住的地方 幾多千幾百年前是甚麼 我是極度寸的 然後我 有一個很魅力的 發現 就是其實除了五條之外 一、二、三、四、七、八、九條 那個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我住一條 我對得回 有一個很困難的 就是 其實 因為以前的皇宮 其實現在的皇居 是完全移動了很多 那就不是那裏 那裏 以前的大內裡 就是現在 你想像市中心的西邊 那個大內裡就是皇宮 那我當時就很希望 如果我住在那裏 以前還是皇宮 那就很帥 但我看了20次這本地圖 都是 因為其實雖然說 那條街是那個位 但是整條街的闊度 完全不同了 那我就不知道 我 就是怎麼說 那我現在那個位 究竟是在那裏 那裏 就是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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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是十分之 就是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 都OK 我覺得 我應該是在那裏 那裏 我就想到一些恐怖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因為那些人 我們經常都會看 日本的鬼故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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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麼多 成千年的事 那裏 如果假設一個 八十歲 一代人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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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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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貪特意買來看 他就叫做京都街道的一些解謎 他解謎什麼謎就很好笑 如果大家又去京都 有很多很難精怪的地方名字 他會幫你解解一些問題 譬如說為何京都 1 2 3 4 5 6 7條 他的位置不是一樣 就是1條2條 3 4 5 6 是不正常的 那為什麼呢 或者有些人會問 譬如說這個 等等 譬如有一條街叫做鮮豆丁 大家可能去那裡喝酒、作樂 為甚麼叫做鮮豆丁 為甚麼叫做Ponto 即Machi Ponto是日文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葡萄牙文 他會有些很有趣的問題 他會問 他會有個地方叫做浴池 即那個水池 那浴池的潮池是甚麼呢? 或者譬如有西陣 有沒有東陣呢? 有西縣 為甚麼有沒有東縣呢? 這些是一些問題兒童 即是問題兒童不停地問出來的問題 他真的會回答到 我在那裡遇到一個問題兒童 他就是我家人 他走來探望我幾天 他就突然看到浴池 就問 哇! 那浴池在哪兒呢? 大家都有一個問題 這裡也沒有 就是烏丸那顆丸是甚麼丸 他覺得我完全答不到他 但是這本書可以回答很多疑問 雖然他每一篇都很短 不過他又很認真的 那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城市可以這麼多書 去講他 而這兩本剛好日本 其實有很多中文 不過因為大家都看到 我拿不到回來 而看回只是華文的京都書 也有很多 其實我覺得這個現象 其實是可以找人說的 因為我自己寫書的時候 其實我用了很長時間去寫 其實我去年春天去的 一年半到現在 最恐怖的是 我寫的時候 我當然會買一些 我寫一些錢 我買了一些中文的京都書 最恐怖的是 我寫的時候 出版本一個月就不斷競出 這個其實我覺得挺有趣 有誰不知道 至於對出版 或者對日本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有多少不少 其實又可以看回很多種類別 通常有一種是甚麼咖啡館甚麼的 裡面那一堆書的排版和我都差不多 有圖和有字 不過那些文字其實是介乎 旅遊書與散文之間 其實它主要都是資訊性 不過它就將資訊變成 不是方方 不是閃閃亮的那些 而是一些文字 另外有一些就是類似 其實作者也立意寫散文的 不過我就會覺得前者 即是說一些生活或者 即咖啡館或者Visho 那種書其實會比較多 另外一種就是類似這些書 你翻譯了中文 但它很有趣 翻譯了中文之後 它的樣子就不是這樣 即是這本書你薄一下 像那些幾包 即是便宜的 然後放在一個袋上 它製作得很鮮 但裡面的餡味都是這些 但沒有這本那麼專 我覺得比早中文更有趣 而另外一些就是超級厲害的 Heavy的 譬如最近朱天心出了 《33年夢》 那一開始我看見 我本書未出的25人 那我就突然看到有preview 我看見他 哇 死 還不死陳禮娟 你朱天心出 京都書又出 你還不死 我說我給你100元 你不是朱天心地買陳禮娟 那我就想死了 不過我看到他那本書的時候 發現其實他所說的 是 即是他做不同的事做得很不同 首先他去了33次 我還是去了幾次 其實我還沒看完 因為剛剛才收到 但是他很重的是他自己 或者他跟他身邊的人的記憶 反而是多於他 他完全不是說要說說京都的什麼 即不是那麼簡單 我只是說了第一次 他真的會數到33次出來 而且真的很困難 第一次就是跟胡爺爺一起去 胡爺爺就是胡蘭城 這個很有趣 又關於京都和街道 我又會想起 我會想起香港 如果香港也有這麼多小店就好了 街道可以這麼… 空間對人這麼友善就好了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地方 是一點點地遲的 就是九龍城 九龍城 就是很多東西吃過那一塊 其實因為它是可以一格格 雖然是扁的 而且格數會少一點 上下都可以拿到兩、三條左右 但是那裡我覺得是有這些似的 如果我們努力可以令它不要變得太快 那就更加好 而京都其實它本身… 雖然我們… 而香港變得很誇張 我去了三個月才為神 但我回到我家留下的店 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看是挺恐怖 但是京都我們一般用香港的角度 會覺得有很多路店 哇… 建築的普遍都很好 但其實它也是在變的 不過… 讓我們… 因為我們看的太… 水準太… 平時的水平太低 我們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路店會消失 因為那些年輕人真的不去買那些東西 就算我住在那裡這麼短時間 都會有一些木屋 會突然拆掉到會建立新樓 那… 那我看到這個… 就是兩個這麼極端 就是京都和香港這麼極端的街道文化 就是可以…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 就是繼續我這本書做的事情去看 多謝大家 好…多謝 我想其實應該有很多東西要說的 就是… 剛剛其實只是說了一條通而已 那就是應該有很多東西要說 那也有可能可以提起這本書 那我們把握時間 就是看看現場有沒有… 有沒有意見或者分享 可以… 關於街道、寫作 其實今天就是… 都… 都… 還沒有很多時間說到 就是… 譬如我們其實有很多… 就是香港文學裡面有很多… 就是街道的書寫 或者是… 就是世界文學也好 大家可以問一下或者分享一下都可以的 是的 那… 現場有沒有朋友有意見或者問題 或者分享? 有沒有? 那…或者是… 因為… 我已經20年了,回到九龍城,經過葡露村道,見到公王,很開心我帶了兒子 這個就是你媽媽,小時候經常來這裡吃中學和同學,現在還在 我覺得這個街道的歷史真的很有價值 我想對待與待之間的連繫都是非常珍貴的 謝謝你 真的很醜,我們經常在街上,香港如果要帶文學道場 因為文學道場會涉及長一點,文學記的東西有些改變 他比歷史發動一些,然後你經常知道 這個就是帶項書前住的林泉居 現在不同了,只是前面的距離是對的 你要從頭,其實那裡有沒有田的房子是怎樣的 基本上是一個極端的想像力訓練 因為你要對著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去說回歷史 是很困難的,香港的歷史是真的 在這些地方面對很多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居住的物理空間的轉換是很激烈的 謝謝同朋友的意見 有沒有意見或者問題 我想請三位,可不可以在這裡再介紹 教時介紹一位,如果我們想寫街道 或者看街道比較重要的作者或者書 沒有說重要,好的作者或者書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剛才出場的陳志登地文志 就不算了,已經出場了 那我先拋專頁再介紹一下 譬如我自己覺得 胡彥青有一本書 香港有一位作家叫胡彥青 他有一本書叫《近暖的地方》 大概是十年左右 是十年左右 十多年,即03、04那段時間 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 其實叫《近暖的地方》 裡面寫了很多條街 包括寫了鴨寮街 他在鴨寮街大 寫了高街 他應該有住過高街 然後牛津道 那個是名校接送的區域 然後花寮街 寫了很多條街 也有他自己居住過 或者觀察過的地方 我覺得他… 我自己最喜歡是關於高街 因為高街很出名 是鬼屋傳奇 但是他就說到… 他的書寫就是說高街 他完全不說鬼屋 只是說我們是… 上面的人… 下面的人… 比較窄 下面的人比較窄 高街是低調光榮 感覺到那個… 有一種英國的味道 但是胡彥青羅賓 就是很舒文 很溫暖的 我自己覺得這本書是挺有趣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的 還有那時候 就是剛剛開始我們的本土 就是開始本土一個個區 可能以前是… 可能是… 地標 我們先說一些地標 地標之後就是區域 譬如說現在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是比較紅的 大家都會討論 以前可能是… 例如灣仔 一個個區域這樣說 然後… 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都是想把… 那樣東西再… 譬如… 落實到… 即… 再細化… 細分到一條條街 會不會有更多不同的東西呢 我自己就… 就是… 向大家推薦這個… 胡彥青的更暖的地方 不知道三位有沒有… 推薦 我推薦就沒有了 因為… 老實說… 可以推薦… 你非復義的那些 是可以的 其實我是… 文學這件事 其實我是駛車邊的 所以很抱歉我… 譬如你胡彥青的作品 啊 陳志德的作品 我… 我… 連阿董啟昌的作品 我都沒怎麼看 真的很殘忌 不過我想… 我想… 提出一個觀察的就是… 我們香港呢 如果我們說要書寫街道 我們首先要… 明白我們香港有個… 有個… 陷阱的 是甚麼陷阱呢 就是… 我們香港呢 基本上呢 整天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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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高臨下 從一個呢 是很高的… 很高的… 很高的點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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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呢 是… 全部都有上去太平山頂的 的… 不會… 沒有人上過去的啦 一定是… 全部都上過去的 是… 就是… 像… 剛剛我… 我坐車來 我是經過龍祥道的 很多年前,農場道有些觀景台 車車旅遊巴載到觀景台 因為農場道又可以俯瞰 看回整個九龍半島 你想想我們香港的豪宅樓盤的名稱 最典型的就是在九龍站附近 在西瑞出口沒有多遠 有個豪宅居然敢死,叫君臨天下 還有附近的豪宅 全部都是賣 有個豪宅叫做天璽 叫做海船門 對,叫做海船門 他們的賣點是說 我夠高 我這裡是 你在這裡住就可以居高臨下 這是一個陷阱 因為我們從高處看 看不到街 街只不過是建築物和建築物之間的 一條陷阱 一條陷阱 而是 你居高臨下 又好像給你一個假象 以為是已經 所有東西都給你看完 整個香港都已經看完 沒有東西再需要再進步去探索 所以這是一個陷阱 所以這是一個陷阱 還有 我再測一點 講開話 是一個高點去俯瞰一個城市 其實這種就是 所謂閱讀城市 就是 因為閱讀 我們是可以跳的 我們看一本書 不一定真的從頭看到尾 就是有些書 就是看得多頁 哇知道 都不值得我花時間 真的再看下去 所以閱讀 就是好像吳德劍 那個只是吳德劍 我不知道 吳克劍 他說他大學畢業之後 就是 就是 看多少本書 每個月三十本 這個 這個 可以的 有可能的 你每本書 揭幾頁 又擺下 揭幾頁擺下 當然 後來他澄清 他說他呢 他不只是看書 他只是看雜誌 又是甚麼 看物 你看物 可以是很多種 可以是現在那些 就是朝早免費派 那些都是看物 是不是 就是不說筆 總之 閱讀是很快 可以高速的 閱讀的主動權 在讀者本身那裡 而居高臨下 其實是一種閱讀城市 而逛街 在街上走 其實我們在那裡抄寫 相對的那個比喻就是 是抄寫 特別是我們每天經過的地方 好像小學生是抄寫 重複又重複 這是題外話 非常重要的一個 其實是怎樣看我們在街上活動的 角度和方法 抄寫是一個很重要的比喻 我想大家都覺得很有啟發 請兩位 如果跟抄寫接近的 我想就是小師 小師老師 說地方的聲音 味道 即是市聲 以及不同地區的不同的味道 看到些什麼 有歷史 有現實 我覺得這是最正路 我想我是最貼近 馬先生剛才所說的 另外剛才馬先生提到 董契章 我覺得董契章地圖集 可以是一種另類的 即是重新再寫過香港的地理 這個也是一個 如果懶滿之選 我就說一個大家未必知道 這個叫徐遲的人 在抗戰之期內來到香港 住過幾年 然後就離開了 在香港的時候 一般人視為他是南內避亂的作家 就經歷了一個人生的大轉折 從個人主義 追求現代主義 變成一個追合集體主義 歸心於共產主義的人 但是呢 原來他同時 也是跟牧時英 帶望書的朋友 就在星島有一個娛樂版 寫過一些文章 其中有幾篇呢 我看到有兩篇 一篇是燈大帽山 一篇是新聞談 我們完全想不到 一個這樣認識的作家 既然真的去那些地方探索環境 而且還興致勃勃地 要介紹給其他香港人 知道如何上大帽山 如何去新能談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發現之後 可能會對那個人 有重新的一番評價 好 接著娟姐 我會想起 剛才我們說起香港的街道 一些東西叫消失 我想起一本 剛才說到朱天森 他有一本叫古刀的書 他一個人是古刀 我們 有一個古刀 是其中一個中編小說 講起古刀 我們會想起 川端康城的古刀 總之就是京都 但其實你看 朱天森 我想他的記憶力 是極到不太正常 他在那本書裡 好像一個打電腦 他把他小時候 中學很深刻的 他寫了很多書 講中學的記憶 他把那些 當時那個台北 去很多地方名 很多城市 拋了出來一次之後 他還要去回 他無意自己是日本人 回到台北 假裝遊客 他就拿著一份日治時期 台北地圖 又走一次 睡覺 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那個故事 表面上 他是寫的京都 但其實他是 很欲感 去套生套獎的台北 他會說 他會說 他有一個女人 說 難道我的記憶不算數嗎 我還有些甚麼 他自己的記憶地方消失了 而他會很擔心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 新一代的時候 所有的街道 那些樹 經常被政府斬 那些樹 他會很心痛 但我看到很多地方 我都覺得 我們香港更加差 我自己做了讀者 我自己再加多一層 加回香港上去 很感謝幾位港姐 然後剩下一點時間 都差不多 但我很想在這裡說一些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剛才再說過 這個活動是為了 這個叫做 我街道 我知道 我書寫的計劃 而去做一個推動的 因為 簡單來說 就是 三個我字 就是 我們會 我經常都會有個 我都懷疑的幻想 我都不知道 大家怎麼看 留著的疑問 就是我們覺得有些東西是 街道是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有些方法擁有它 重點是 我要去了解 還有 我要自己用創造的方法去擁有它 這個活動就是 它會持續招稿 其實自發也有廣告 所以我們已經收到稿件 但正式的招稿 可能是 遲一點就會在網上發出 在街道也會有一些海報 我們經常都 突然間 臨到活動 在街道就會有些非法的海報出現 而可以能夠搞到 這些 多謝 法先生 可以搞到這種活動 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參與文學 其實很重要是 都是有資源 還有 希望將文學推廣 和公共化 不單止是說 推動大家消費買書 而最重要是 剛才 港姐也說過 這個時代有我們的責任 消費可能是一種責任 創造也是一種責任 了解也是一種責任 在這個過程中 所以我們覺得文學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文學生活館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成為我們的會員 付少少的年費 令到我們可以存續下去 包括會室不要那麼簡陋 不要再有不冷的雪櫃 和印不到東西的打印機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加入一個文學社群 另外就是這個我們上年出的書 就是叫做 《文學是一場名正的奮鬥》 它是記錄了文學本現在的實踐 和我們過去由2009年來的論證 是很重要的論證 可能是近十幾年 文學界最大的一個論證 只是我們搜集到的文章 只是報紙燈都已經有150篇 是一個很大型的論證 是一個公共的論證 所以大家要買一本去為歷史做見證 還有這個書的書衣 是一個超級 我們當時2009年 大家知道那些作家和文學界人 是很難團結的 但我們是團結過一個聯署 這個聯署是要求 西九要有一個文學本 我只是讀過聯署第一行 它是不還聚的 第一行 簽了人就是黃亮禍、黃義興、黃曉明、黃德威、北島、卡維波、古劍、邱極、桂平、白雙全、領敦、高康全、呂大浪 所以它是一個很跨界的運動 所以才可以讓我們堅持了這麼多年 讓我們相信香港是可以有文學本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買一本書支持我們 但我們都不是經常講錢的 而且我們是一直窮 一直做很多免費的東西給大家 剛才徐麗娟說 那些日本書 突然間變成中文後 就會變得很方便 變得大了 還有疏了 還有沒有料 我想說 有料而薄 細本的書 是一個出版市場很健全的表現 是非常健全的出版市場 才可以養到又有料 又薄又便宜的書 這本就是一本有七首詩 大概五十多個成名和青年和普通市民 成名詩人和青年詩人和普通市民寫的詩 是關於書的 這本書是免費牌的 我們是向ADC拿到錢 用很便宜的方法做 不知為何我就是很想做一些很細本 很便宜、很薄 然後可以放在袋裡拿走的書 所以這本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去文學館的攤位 拿就可以了 如果想覺得我們做得好 可以買布袋去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的布袋有西西的金句 和黃飛雲的金句 選擇是自己印的 還有T恤 買完T恤引下去也可以 在這裏很感謝大家參加 希望大家將來會參加我們的作品 參加我們的活動 還有希望將來可以 在為這個城市去工作和貢獻的路上 可以見到大家 多謝 謝謝 掌聲多謝三位导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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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